作为不会使用魔法的废物 少年静静凭一把剑就颠覆了整个世界 成为了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他的斩机甚至能凌驾在魔法之上 男主名叫威尔 是魔法学院的六年级学生 老师知道他不会使用魔法 于是便故意刁难让他上台给同学们做示范 老师认为男主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 突然台下红毛挥动魔杖吟唱咒语 用火焰把讲台上的硫磺点燃 可事后老师并没有惩罚红毛 而是用冰魔法将火焰冻结 宣称这个世界只有魔法才是最强 像男主这样图有知识却无法使用魔法的人 他建议是尽早离开学院 课间红毛带着小弟找上男主 嘲讽他只会用地下城的低阶魔物赚学分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走来了一个妹子为男主打抱不平 让红毛不准侮辱自己的朋友 他的温柔和努力远超常人 听到这话红毛大笑出声 凭借这种东西根本无法成为伟大的魔导师 至高武装更是想都别想 等红毛离开 是有这么可爱的妹子替他担心 见被一直夸奖 妹子羞的脸红成了泡泡茶虎 二人闲聊期间 不经意提到了最强的魔法是至高武装 很久以前人们对天空一无所知 被关闭在黑暗中 世界遭受天上侵略者的威胁 挺身而出的是五位魔法师 他们驱逐侵略者后对天施加封印 为世界带来和平 至高武装这个最强的称号至今仍被人们继承了下来 象征着魔导师的荣誉 而武装之一的兵机之杖 现在正从天际的窗边看着这里 原来男主和他是青梅竹马 曾经约定一起成为至高武装 然后去最接近天空的那座塔顶端 观赏天空另一边的美丽夕阳 可如今只有青梅竹马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最年轻的至高武装抵达了塔顶 男主却是个连魔法都不会的废物 他不想放弃当时的约定 所以才一直努力提升实力 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站在他身旁 瓦克纳老师得知男主又未经许可跑去地下城 而且还是独自闯入第七层 打倒魔物赚到了两个学分 男主想成为至高武装登上塔顶 就必须升学到上院 需要学科数科和实习的大量学分 由于不会使用魔法 所以就拿不到数科的学分 此话一出男主也明白自己 只能靠实习用地下城赚取学分 但光凭实习基本没有升学的可 他别说成为至高武装了 连能不能毕业都很危险 所以这个星期内必须拿到四个学分才行 男主想从笔记中找出办法 这时老师开口表示有巴斯卡维尔在第六层出现 正好他还没讨伐过 可让男主不知道的是 红毛在门外将二人的对话全部听了去 他想截足仙灯干掉魔物 让男主被学院退学 很快就到了晚上 男主兴高采烈带着屎魔出发 只要小心火焰吐息就不会像之前一样被烤焦 小黑敏锐的嗅觉是找到巴斯卡维尔的关键 与此同时 红毛也带着小弟来到第六层 就在三人寻找魔物的时候 竟突然遭到袭击 魔物一拳就干掉了一个倒霉蛋 凄惨的哀嚎瞬间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于是他一路狂奔赶往现场 这只魔物名叫邪灵哨兵 价值高达十血分 正常来说他应该栖息在更底下的楼层 由于双方的等级相差过大 所以红毛的攻击对魔物没有任何效果 眼看魔物离红毛越来越近 男主的内心陷入了纠结 他真的应该去救这种欺负自己的人吗 突然青梅竹马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男主下定决心后 便戴上了艾尔菲送他的眼镜 在千军一发之际将红毛救下 而另一边 老师发现红毛三人擅自跑去地下城 于是他过来想让瓦克纳老师派使魔去寻找 但在听到去的是第六层时 瓦克纳老师却露出笑容 随后用水晶球开始寻找男主的位置 一番交手下来 男主完美挡住了魔物的攻击 并且还找准时机给对方造成伤害 看到这一幕老师也是一脸震惊 瓦克纳老师解释男主式的异端 拥有魔导是不该有的怪力 矮人族般的强韧性 再加上看一眼就能掌握敌人行动的洞察力 男主确实完全无法使用魔法 但他是在这个魔法世界中唯一的战士 斩击甚至能凌驾于魔法之上 男主解决魔物后想拉红毛起来 可这家伙却咬牙满是不甘 老师的内心也无法接受 竟有不会用魔法还凌驾于魔法之上的存在 第二天男主来到瓦克纳老师这里 用邪灵哨兵换了十个学分 少年颠覆世界的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作为最接近至高武藏的魔导师 竟然在一个不会魔法的战士手上吃了亏 让剑成功够到了账 最终他不得不把答应的五学分给了男主 成为至高武藏就必须获得最高学府上院的认可 而晋升上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创造出新魔法 其二是在这所学院拿到7200个以上的学分 大多数人只能靠拿学分去升学 男主自然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 瓦克纳老师让他们连续进行模拟考 还有斯巴达式的魔法之道 虽然男主取得了所有学科学分 但他在魔法考试中缺一分都拿不到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不远处突然传来吵闹声 红毛的小弟正在和同学们吹嘘 他们在迷宫打倒了价值十分的邪灵少兵 可红毛知道这都是男主的功劳 所以见男主路过 他瞬间怒火中烧 拨开人群来到男主面前 在妹子的阻拦下 红毛没有对男主动手 而是转身气呼呼离开了 与此同时 艾德沃老师来到了校长室 希望校长能让男主退学 学院不需要他这种不是魔导式的战士 听到这话校长开始查看男主的成绩单 不仅学科成绩优异 连魔法考察的着眼点也很有趣 除了不会用魔法以外 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只要不成为至高武装 未来的出路简直多得不胜美举 为了将之日而培育出贤者 这也是学院的义务 艾德沃老师表示 男主本人并非想成为贤者 只想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武装 此话一出校长也愁了 他提议让艾德沃来考验男主 如果无法通过他的测试 那艾德沃就可以决定男主的去留 很快艾德沃老师就找到了 在自习室的男主 让他一个人跟自己去演练场 美其名曰要亲自辅导他 话音刚落 艾德沃就率先出手发起攻击 只要男主击中他一次就算获胜 并且能得到五个学分 但如果没办法做到 男主就会被退学 艾德沃不能允许无能者仰望至高武装 而另一边 校长把瓦克纳老师叫了过来 随后用魔法投影出了演练场画面 他禁止瓦克纳阻止艾德沃正在进行的测验 就像之前他认同瓦克纳要守护男主的主张 校长认为自己应该公平地认同艾德沃的想法 男主是否有资格以至高武装为目标 他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好好看清楚 科瓦克纳老师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男主面对的艾德沃老师 是最接近至高武装的男人 虽然最终落败了 但他也是登上塔顶的抵达者 在艾德沃手上 低尖魔法都能发挥出巨大威力 男主想用灵活的身法在背后发起攻击 可艾德沃的防御魔法非常严实 趁此机会 艾德沃再次发起攻击 将男主打倒在地 所有魔法都是无永畅 而且攻守都没有一丝漏洞 男主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打中对方 可还没等他有喘息的机会 艾德沃就又发动了魔法 看到这一幕男主大惊失色 迅速站起身躲闪 艾德沃仿佛化身演奏家 挥舞魔杖在原地指挥魔法 男主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心里明白双方的实力差距 无论如何他都赢不过一级魔导师 可要是手中有剑的话 或许还有机会 剑男主败局已定 艾德沃又开始嘴炮 给他出了个关于加萨伦佐之战的屏幕 矮人族凭借一万兵力引爆叛乱 如果要将其镇压需要多少魔导师 男主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想遵守与埃尔菲的约定 一起登上塔顶去看夕阳 但他不知道的是 史摩琪琪刚才趁乱跑了出来 找到妹子后 示意打开储物柜 妹子心领神会 拿着剑及时赶刀扔给了男主 武器在手的瞬间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戴上护目镜之后 眼神中透露着无比的坚定 然而这个举动却让艾德沃轻轻抱起 他一定要把这持剑的异端者干掉 可下一秒魔法竟被剑斩断 原来男主手中的是破魔之剑 艾德沃对此并不在意 果断发动无数魔法阵同时射击 虽然男主害怕得很想逃离 但突破口只有这一个位置 所以他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刚才说的加萨伦左之战 还有后续 矮人族的猛将失去了所有同胞 即便如此 他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就连魔导师都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 并且认同了对方的地位 在那个时候 剑就已经能与仗体敌了 男主成功给艾德沃造成了伤害 艾德沃也遵守约定 给予了男主五个削分 这场战斗让校长直呼精彩 刻意跳入密集的炮火中 隐蔽自己的行踪 从头顶攻击死角 而且还是足以突破屏障的一击 甚至连续使出超越魔法的斩击 男主的意志堪称不屈不挪 眼镜妹怎么也没想到 男主这个不会用魔法的无能者 打进战竟然如此牛逼 连免疫物理攻击的双之王 都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就在两个半小时前 男主还在平民乐园街座兼职发报纸 偶然间他看到报纸上面的头条 写着兵机之杖艾德独创出了新魔法 这还是首次有人创造出12种魔法 并且艾德通过上院向学院全体下达了委托 要求收集双之步兵的兵盒 看到这里男主果断回宿舍找室友要魔道具 正好他今天没有课 剑撞罗斯提微微一笑 将经过改良的魔道具 和自己的早餐面包都给了男主 然后嘱咐他路上小心 很快男主就来到地下城第四层 由于是兵机之杖的委托 所以学生们全都过来收集冰盒 之前男主救过的席问也在其中 见这里没有狩猎的机会 男主果断向更深处进发 突然他发现有个妹子陷入危险 在将眼镜妹救下后 双方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男主无能者的名号早就在学院传开了 所以爱丽丝听过他的名字 并且没有因此就看不起男主 更何况男主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就算不会使用魔法 有能力的人也值得他去尊敬 爱丽丝也是为了委托而来 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期待未来有一天也能成为支撑天空的一员 原来现在的天空是 游至高武藏以强大魔力架设的大结界 如果失去结界的话 世界将再次被黑暗笼罩 灾厄也会随之降临 学生们接委托也是想对支撑天空尽一份力 就在男主胡思乱想之间 爱丽丝突然开口表示自己见过艾尔 当时她独自在地下城深陷危机 周围有很多魔物 她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被撕成碎片 还好兵机之杖艾尔及时赶到 将魔物冰封救下了她 艾尔还贴心地将爱丽丝拉起来 叮嘱她下次要小心点 爱丽丝每次回想起这一幕 都会兴奋地手舞足蹈 瞬间化身艾尔的小迷妹 就在爱丽丝自言自语期间 使魔奇奇带着男主找到了双支步兵的踪迹 正常来说兵片大约是0.5米到1米 但留在这里的尺寸却大了好几倍 这意味着前面会有狠角色 说罢男主便果断继续向前 魔法虽然厉害但并非绝对 尤其是在地下城里 虽然自己不会用魔法 但能用知识和智慧以及经验来拟补 果然不出她所料 这里的魔物是双支步兵的高阶品种双支王 只要打倒就能拿到六血分 属于第四层地下城的特异种 激光锁到之处全部都会冻结 男主让爱丽丝待在原地 可爱丽丝却担心她的安全 因为物理攻击对双支王不管用 只能从远距离用魔法攻击她 但男主却说自己没问题 她已经打倒过双支王很多次了 男主用身法躲避双支王的激光 趁机绕到了后面 然后抛出勾索死死卡住她的身体 一番操作下来 双支王被捆了个严严实实 甚至连张嘴射出激光都做不到 这种魔物的弱点是火以及爆炸 于是男主果断扭动手上的魔道具 很快火焰就顺着绳索烧到了顶端 解决掉双支王 男主这才将勾索收回来 决定晚些一定要好好谢谢罗斯提 看到这一幕爱丽丝大为震惊 看来无能者的传闻与事实相差甚远 她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男主 等二人分别后 爱丽丝竟来到了魔法师之塔 然后推开大门静止来到了至高武装面前 将此次视察地经过讲了一遍 表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才 她推荐男主这个无能者成为塔的一员 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甚至差点大打出手 还好卡里奥特出言阻止 让他们不用着急 看过魔导大计的结果再做判断也不迟 很快会议便宣布结束 几人没有多言相继离开 在这个魔法为尊的世界 男主却是一个不会用魔法的无能者 想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武装 首先要在学院总学分一万两千之中拿到七千二百分 其他人都能顺利通过魔法考试 只有男主被魔像打得狼狈不堪 学院最强的三人学分甚至已经超过一万 成为了魔导大计的夺冠大热门 与他们相比 男主的学分连毕业都还不够 经常被人嘲讽为吊车尾 对此克雷特十分不爽 认为男主也有机会在魔导大计被人挖角 所谓的魔导大计是魔法学院两年举办一次的庆典 除了举办各项竞技比赛 魔法师之塔也会派遣上级魔导师来挖角人才 各派系互相争夺学生 除了光煌之杖以外 其他四杖都各自有着派系 只要得到其中任意一派的职名 就能成为塔的一员 但男主却觉得那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克雷特一直劝说 但男主还是决定不参加祭典 今年也在幕后协助活动进行 因为他二年级的时候曾参加过一次 结果把祭典搞成了运动会 观众对他极为不满 男主也因此有了心理阴影 克雷特让他不要有压力 就算无法升学到魔法师之塔 以后也能找到其他出路 二人来到储物间准备取东西离开 可突然克雷特发现有些不对劲 旁边被人布置了隐藏的结解 于是他让男主的屎膜齐齐帮忙 将面前的结解破除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下面竟然别有洞天 由于魔岛大计的缘故 所以学生们偷偷开设了地下赌场 习文和他的两个小弟也在这里 克雷特担心对方欺负男主 于是率先出手警告习文 不要再莫名对男主动作 否则自己就真的要生气了 而习文因为评价 和那三个学分过万的人相差甚远 所以现在正独自生着闷气 听两个小弟不停在后面接他劳毒 习文当即呵斥让他们闭嘴 随后转头解释自己的学分比不上三人 是因为学科测试不及格 但魔法上的实力丝毫不逊色 等到第二天 男主上完课便打算回去休息 因为他晚上还要出去打工 而打工的地点正是 郊区平民了原街的一家酒馆 矮人们每天都过来喝酒吃饭 男主当服务生打工赚学费的同时 还能和他们聊聊天 酒馆另一个店员辞职了 所以罗斯提也过来帮男主的猫 大家气氛极为融洽 虽然矮人们给的薪水不高 但男主却并不在意 因为矮人族个性豪迈 温暖地接纳了不会用魔法的自己 就在这时 蓝猫带人走了进来 对矮人们冷嘲热讽 要不是其他店都客满了 他才不会来这种低俗的店 忽然他发现 男主这个吊车尾在酒馆打工 随即他大笑出声 表示无能者和蛮族简直是绝配 此话一出矮人们瞬间就怒火中烧 但却敢怒不敢言 原来矮人族原本的世界被天上侵略者摧毁 从而逃到这个以魔法为尊的世界 沦为受人欺辱的对象 如果对魔导士出手 那么他们的身份便会岌岌可危 矮人族遭受的差别待遇 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看到端上来的食物 蓝猫和小弟们开始大肆嘲讽 还叫矮人族滚出他们的国家 刺耳的笑声让男主忍无可忍 面无表情的希望 他们撤回刚才辱骂矮人族的话 因为矮人族的豆子 是能在平级土地上生长的智慧洁净 矮人族的汗水 是他们在严酷环境下勤奋工作的证明 绝不是能被人拿来嘲笑的事物 蓝猫根本没把男主放在眼里 一脚将桌上的豆子踢翻 撒了男主一身 男主以比之道环势比身 将蓝猫的两个小弟全部打晕 剑撞蓝猫大怒 用寒冰将酒馆冰封后 从怀里掏出魔杖向男主发起攻击 虽然男主的身手敏捷 但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他还是落入了下风 最后被串联起来的寒冰钉在墙上 蓝猫抬手在男主胸前 变出了一朵冰玫瑰 紧接着将魔杖插进去羞辱男主 矮人让蓝猫不要太过火 罗斯提也正准备用魔法营救男主 但就算这样 男主也依旧没有向蓝猫求饶 看到这一幕蓝猫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他命令男主去参加魔岛大计 到时候他要在众人面前 将男主狠狠羞辱 男主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真的让他非常生气 并且二人还立下了赌约